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富贵和贫穷会令人的生命很不同 有钱人可以得到丰富的物质享受 住豪宅 坐靓车 得到豪华的服务 享有特权 甚至享受很多人都没有的自由 至于穷人 因为资源的缺乏而要挨苦 一家几口住在小小的劏房 每一样都要省 甚至享受不到经济 教育和医疗的资源 有些穷苦人家被歧视 受到排斥 和失去人性的尊严 谁知道上帝做人 本意是令人可以享受和善用地上的资源 上帝要人管理大地和一切的活物 付足和平安是上帝的旨意 也是人的祈求 根据圣经的记载 若白所拥有的家产 是耶和华所赐的福 而当他经历苦难之后 耶和华次给他的比先前更多 一个人之所以穷有不同的原因 有些是由于社会的环境所造成的 有些是因为上一代遗留下来的问题 他们没得选 这些人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或者欺压 有些人穷是因为没有努力做事 不求尚尽 也有些人想过简破的生活 而选择贫穷 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道成肉身 甘愿降悲 以贫穷表达上帝对人的爱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不论贫与负 都可以有以下的反省 第一 为每日生活所得到的供应而感恩 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上帝所托付的使命 勤力工作 帖撒罗尼加侯书三章十节的经文说 若有人不肯作供 就不可吃饭 第二 上帝审判人 不是根据物质的标准 而是按照天国的价值观 勞架福音的十二章十五节 记住主耶稣的说话 这么说 你们要谨慎自首 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度丰富 而马太福音的六章三十三节就说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第三 地上的财富有时会阻碍人跟随主 就正如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至二十一节所说 不要为自己积赞财宝在地上 只要积赞财宝在天上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第四 如果我们拥有地上的财宝 就要和窮困的人分享 《生命记》十五章十一节的经文说 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窮化的弟兄松开手 而使徒雅各也都在雅各书的二章十五和十六节 勸勉信徒地说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 赤身露体 又缺了日用的饮食 却不及他们身体所需用的 这有什么益处呢? 十八世纪 英国的约翰维斯·李牧斯曾经地说 要尽力赚取 尽力储蓄 尽力施语 这个的确是很好的鼓励 我们同心祈祷 慈爱的天父 感谢赞美你 将我们生活上的需要 匆匆足足地赐给我们 求天父要书世人 因为自私、贪婪和懒惰 没有好好地运用你所赐的资源 令到很多人生活在贫困当中 天父说 求祢赐福给那些生活在贫困当中的人 使他们得到温饱和基本的生活需要 求天父教导我们 以尋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作为人生的目标 信靠上帝不再为享乐和地上的生活而忧虑 就正如针研十章二十二节所说 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腐足 并不加上忧虑 又叫我们以喜乐的心 和贫困的人分享物质的好处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门 祷告是人向上帝倾心吐疑的机会 如果你需要我们的代讨 代求 请在本节目的comments地方留言 或者将代讨事项全真至 Praytime at Kairosusa.org 愿神赐福看顾你